各位好,我是周季賢 在這段影片呢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AS平台內的MEC 在最近即將推出4版 是4.0版 那AS平台還有MEC4 它對於最高的公表 它開放的資源其實非常豐富 所以呢 在它推出當下目前這個preview版部分 其實已經釋出了蠻多的功能 那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的資源上有哪些 首先呢 如果你的開發工具 希望能夠開發MEC4的話 其實你必須要去download 這個MEC4的brandwork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你有兩種選擇 在這個brand AS平台的官方文件 它其實呢 它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就是如同我們畫面上 也就是我們影片中所要demo的 直接把Visual Studio2010 利用Web Platform Install 來去做安裝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是你可以選擇用Visual Studio11 Develop Preview的方式 這種工具來去做開發 那它其實就是 Visual Studio的下一個版本 那因為 版號可能目前還沒固定的話 就暫停成它叫做11版 那如果你要用它開發的話呢 其實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brandwork呢 也就必須要打電brandwork 4.5 也要順便升級才可以 不然其實它的套件也是無法使用的 在我們的影片中 其實就是用Visual Studio2010 然後安裝MEC4的brandwork 那 這個安裝過程我們就不demo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下長相同 其實就是你去剛剛的網站呢 去做下載 那它就會帶你去安裝 這個叫over platform install 它就會協助你去裝MEC4 那你就按install 然後它就會主播平衡做安裝 就會安裝完成 好 那安裝完成之後呢 你的網站除了可以開發之外 其實它會有MEC4的設計樣板 當你在New Web Occasion的時候呢 以往只能選MEC2 現在呢 還多了MEC4 Web Occasion的選項可以做選擇 那除了選擇之外 當你選MEC4 Web Occasion呢 它還會再跳另外一個指示窗 好 尋問你說你的MEC4應用程式呢 它適用的樣板是哪一種 所以各位可以簡單看一下 它的樣板其實目前分類還蠻詳細的 除了網際網路的 近端網路的 甚至還有行動式裝置 好 那其實這個行動式裝置 才是我們的這個 關注的部分 那目前MEC4 其實刪之後呢 它就可以另外支援這個Razor的 這個引擎的程式寫法 所以在這邊有4個部分也可以支援 好 那這邊我們就簡單進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 當我在New Web Occasion的時候 好 我們就可以選MEC4 當我點選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跳下一個指示窗 你的網站類型版本是哪一種 以及你的視圖模型是哪一種 好 這邊我們就選Razor 按OK 好 那它就會幫你把樣板給建立起來了 好 那樣板內容其實 東西還蠻多的 好 所以呢 所以稍微等它一下 好 安裝好之後呢 各位其實也看得到 在它的這個 Scribs內容部分 可以注意到 它這邊其實就會主動幫你把 ZQueryModule 把這個Framework 用Library幫你加進來 好 當然可以用這個ZQuery部分 OK 好 那它的這個 網頁內容部分 因為我們選的是ZQueryModule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它其實也是有使用到這個HTN5的Tag ListView裡面 好 來去做畫面呈現 好 那它的Share的這邊呢 Layout CSHTN 它其實也好 就會有幫你加這個Patch的標籤啊 幫你動態深黑的標籤啊 還有Content內容等等 好 那這些各位都看得到 那其實整個樣板模式 在Client中的標籤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走在Client的模式 那這個部分 如果各位未來要開發在Client的話呢 其實在設計上 NVC是它的支援 就會非常廣發 而且容易去做開發 好 各位準備稍微參考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再往後看 好 這邊要介紹的是NVC的新功能 叫做Display Models 好 那它的功能呢 是可以依照不同的裝置 好 我們可以在網頁上提供不同的瀏覽畫面 好 那 這種設計方式其實在很多網站上都看得到啦 例如說 呃 這邊我們打好了 好 今天我在瀏覽這個 期末的觀眾首頁的話 好 各位看一下 欸 它其實不是像我們一般在這個 這個瀏覽器FiveOS 或者iE看到的瀏覽器模式 欸 反而看起來像是什麼 像是比較像是給手機看的 這個排版跟規格 沒錯吧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Display Models在做的事情 好 那在看你 針對不同的行動器裝置的時候呢 欸 它可以呈現不一樣的畫面 好 這樣就可以喔 不同的行動器裝置 來去達到畫面 這個 適合化的呈現 OK 好 那設計方式其實很簡單齁 首先呢 你必須要先取得 好 這個使用者的這個 瀏覽器 它的User Engine 就是瀏覽器的這個 辨識用本稱 然後呢 再到GoGo.SS去做註冊 例如說 我們要為iPhone註冊 或其他行動式裝置做註冊 OK 在GoGo.SS裡面呢 可以加上 好 去它的這個 DisplayMode 好嗎 這個Mode Provider 的Instance 裡面去印射一筆新的 我們的DisplayMode 資料 是for iPhone OK 然後呢 它這個Condition的部分呢 來去指定說 我們要為iPhone去做呈現 這邊我們把它的命名空間引用一下齁 好 那再來呢 第一個步驟就很簡單齁 使用者在瀏覽網頁的時候 基本上它當然就是去找View 這個頁面嘛 那在我們這個用Grader的方式去做設計的話 頁面檔就是這個 iPhone.cs.html 好 那假設我利用 我今天在這個 使用Home的Control的 去檢視它的Index.action的時候 我理所當然是拿到這張 iPhone.cs.html 好 但是如果我希望說 這個View在我們檢視內容的時候呢 音型動式裝置 我們呈現畫面有所不同 比如說像剛剛也提到說 iPhone 我希望為iPhone另外去準備一個畫面 那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齁 我們就是 再加一張新的View OK 那這個View的名稱呢 首先 要跟你要提供的原本那張 View的cs.html 或SPS 是同樣名稱 OK 然後呢 特別重要是 後面再幫他加個別名 這個別名部分就是你剛剛 UserEngine所抓到的名稱 比如說我們剛剛替他做iPhone的註冊 那這邊就幫他加個index.iPhone 按add的時候 各位看一下 它其實就會產生一張 跟index名稱一樣 後面加個筆名 叫iPhone.cs.html 所以換言之呢 今天呢 各種瀏覽器在瀏覽我們這個 這次網站中的這個 Home的index.iPhone會拿到這頁 那其他瀏覽器 就會拿到index.ctml 所以呢 iPhone.cs.html 裡面的內容呢 我們就簡單幫他加點 我們這個訊息 我們是兩回 說Hello iPhone OK 完成之後呢 我們測試一下 先用IE去開啟 那IE開啟 你就看到 預測一下樣子 就是什麼 我們的原本index的內容 當然就不是像這樣子 那 以把網址複製一下 到我們的行動式裝置模擬器 好 我們把網址貼上 各位看一下 咦 我就看到 Hello iPhone這個錯 好 那這就是Display Model 它可以提供我們 這個 切換的部分 好 設計方式其實也是非常簡單 好 再來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View Switch的功能 那這也是MVC4的一個新功能 那它所能做的事情是 像這樣子 好 這邊我們直接把它 開啟到 還是用奇摩的網站當作例子 好 比較容易懂 好 那在檢視畫面的時候呢 各位 可能也有類似經驗 當你的行動式裝置畫面 其實是夠大 比如說你可能用的是iPad 或者是Galaxy 你希望我不要看到這麼 這個簡易型的畫面 或者是 這種畫面有時候用起來 其實是不習慣的 好 所以我們可能會希望 它可以切回去 原本 再用電腦的 這個瀏覽器所看到的格式的樣子 所以呢 像這種行動式裝置網頁 它通常會有電腦版的選項 可以讓你多對決 所以點下去之後 各位看一下 這其實就是一般的什麼 我們在這個 一般桌上型的瀏覽器所看到的樣子 OK 好 那這種切換的能力呢 我們如果要自己做開發 可以嗎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要在MVC上 又做也是可以的 只是預測呢 你不用自己做 它有內建這樣類似的功能 Vue Switcher 所以Vue Switcher的功能 就是我們剛剛所做的說明 提供行動式裝置 把瀏覽器模式 切換到一般瀏覽器的樣子 好 那本身它有使用到 這個Browse Overwriting 這個技術啦 也是MVC通常的一個新技術 它可以用來去辨識 我們的瀏覽器的User Engine 去選擇說 我要把它複寫掉 或者是來把它取代掉 等等之類的 好 那利用Vue Switcher的功能 其實可以做到 像剛剛我們在期末的時候看到樣子 這次它預設要買看到樣子 你就會發現呢 你在用行動式裝置網頁看的時候呢 它其實是可以提供行動式裝置網頁給你 但是它就會多了一個這個 Desktop View 那多了這個Desktop View 當你點選之後呢 它其實就會把你帶回去看 原本什麼 桌上型的瀏覽器所看到的畫面的樣式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不需要自己做的 雖然要自己做也是可以啦 那如果你要用樣板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做套用的話呢 這邊有兩種選擇 第一種 你可以直接手動去安裝 輸入 install package zequery.mobile.mvc的這個指令 它就會幫你做安裝了 那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是 透過NU-GAT來去做安裝 只要輸入這個zequery.mobile.mvc 就會看到內容 這邊我們簡單的帶著各位看一下好了 這邊是我新加了一個簡單的VC4 就是for mobile的網頁 所以它畫面內容部分呢 像剛剛我們沒有用Display mode 那裡面當然只有一張正常的網頁 所以呢不管是不是不同的行動式裝置看 看到應該都是像現在畫面這個效果 看一下喔 預設的樣子都一樣 沒錯 像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我們要把這個MVC4 這個功能把它給加上去 就是我們剛剛講 這塊的MVC4功能加上去 這邊就是直接選專案 按右鍵 這邊有個manager NU-GAT packages 點選下去之後呢 選擇online分類 在這邊打上關鍵字 zquery.mobile.mvc 按按鍵 好 你就會找到這個套件 可以譬如說安裝了 當然按下install之後呢 它就會把你鎖去 把鎖去到內容 幫你裝進去 不過呢 這裡面其實是有一點小小的 這個bug存在 就是它這個版本部分 有一些這個檔案 內容其實是沒有對應到 OK 好 不管如何加入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首先它的view的部分 好 你就會發現它的share 裡面layout 就會出現兩個版本 一個是for mobile 一個是原版的 OK 另外也會多一個viewsearcher.cshtm OK 好 那 加入完成之後呢 這邊其實要稍微異動一下 就是 其實你可以從這兩個檔面 就跟剛剛Display mode有點像 這個是一般的 你看 就是行動之中 你看 那 行動之中的打開之後呢 它裡面的內容 這一段其實是在 引用它的javascript標籤 好 那還有css 但是我發現它其實 沒有對應到 我們目前MEC4的template 好 所以這邊其實我就直接 好 我們就call zechery mobile網站 它的這個cdnhost的連結就可以了 好 把它覆蓋掉 好 不然其實畫面 就是會白白的 看起來就是沒有樣子 OK OK之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瀏覽 好 這個是一般的瀏覽器看到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用行動式裝置在瀏覽下 同樣一個網站 欸 你就看到樣式就會不一樣 有沒有 這個就是for一般瀏覽器 這是for行動傳視 那 你在用行動式裝置 就是這個瀏覽器看的時候 它右上角就會主動握引這個 Display Mobile View S Top View 當你點選之後 它就會切回左邊這個瀏覽器看到樣子 那點一下看看 有沒有 就可以回原本的設計樣式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View Switcher 可以做到的切換功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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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